中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领航员王叶欣 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参观中科大厦的一楼及二楼 在这边我要提醒直播间小伙伴们的是 我们在整个云参观以及直播的过程中 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发放现金红包 以及有奖问答的环节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今天的直播 而且在这边我想向大家发出邀请 就是希望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能够实地来参观我们的中科路八号 我们现在位于的是中科路八号的一楼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右手边的我们这面墙 右手边的这面墙是我们的中科文化 这个中科文化是由我们的董事长王莲安先生 亲手撰写的 其中中科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中科精神 诚信 科学 敬业 开拓 那我们是怎么将中科精神落实到实处的呢 大家再跟随我看一下右手边 右手边这边墙呢 我们称它为伟大石 我们自2010年开始 在每年1月10号是我们中科庆典 我们会根据中科精神 评选出我们自己的中科英雄 将他们的名字刻在我们的伟大石上面 是希望将优秀的中科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接下来大家请跟随我一起扶梯上二楼 我们要参观一下我们的中药现代化之企业馆 接下来大家请跟随我一起扶梯上一楼 哈喽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二楼中药现代化之企业馆 相信大家跟随我参观完之后 会对我们的企业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这个展馆呢是六月份这是开馆的 一共有九个板块组成分别是流光溢彩区 中科云展厅SINCE 1984科研实力区 中科2008太空林之区 希望的田野2020我们在战斗 以及2021我们继续战斗 占地面积是2200平方米 我们先从第一个区域开始参观 流光溢彩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墙上流动者的灯带 当时我们的设计理念寓意的是流动者的光阴 这上面的每一个文字都是对我们中科历史的一个记载 首先我们先看到1984年 我们当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成立 因为当时时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周光照先生赴美考察 回来之后提出要将科研民用化 要将我们的科技成果服用于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这边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伙伴们 大家知道中国当时科技最好的是在哪吗 毫无疑问当然是在中国科学院了 我们当时也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南京地理所 所以我们也应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科技开发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在1984年到2001年的过程中 地理所一共120个所先后成立了6000家科技开发公司 但是在2001年的时候呢 中科院要求将所有的科技开发公司市场化 在这个过程中呢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存活下来了 所以中科院内流传的这么一句话叫做 北有联想南有中科 这两家企业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两家企业 也是一直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两家企业 在这边我们要看一下就是2005年到2015年 这十年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呢 我们主要是将南京这一地域化的一个名词给去除了 去地域化实现全国化和全球化的一个过程 时间最后来到2020年中科大厦正式投入使用 从1984年到2021年37年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呢 我们经历了六次更名七次注册资金的拓展 我们从一家国有企业发展成为注册资金达到4.7亿的跨国企业 我们经历了名称资金以及地址的一个改变 但始终不变的就是自上而下的中科二字 这个中科二字是源自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的一个字迹 我们一直沿用至今 也表明我们一直致力于中药现代化不变的一个初心 接下来大家跟随我一起 我们参观一下我们的云展厅 云展厅呢是由水晶石公司为我们两生打造的 水晶石公司是北京奥运会以及伦敦奥运会的指定多媒体服务供应商 因为系统内存储的非常多关于我们中科的资料 由于时间有限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全球的一个销售网点图 大家可以看到图中小红点标明的地区都是由我们自己的销售点的 其中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是有的地区 它有方框框出来标明具体地址的 这个是我们自购的一个办公楼 由我们自有物业的 我们旨在为全球的会员朋友们提供更加便捷以及优质的服务 再往前呢是我们科研实力的板块 这也是我们中科人非常骄傲的一个板块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它这边体现的都是我们的硬实力 自1984年以来我们中科坚持走中药现代化发展道路 依靠科技创新移民企业发展 截至目前我们一共获得了国家卫生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保健食品批文67件 是国内自主研发保健食品批文最多的一个企业 累计获得专利179项 值得我们骄傲的并不是这些累积了的数字 而是在这些批文以及专利后面 它的每一个发明人都是我们自己的科研团队 我们以冯敏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 一直在为我们的中科产品兢兢业业的保驾护航 下面我们要参观的是太空灵芝这一板块 我们主要要看的是我们这边北京公证处给我们颁发的公证书 它里面的内容记载着 我们在2004年9月27日下午4点 精选自安徽环山的6款灵芝军种 搭载着第20颗返回室卫星上了太空 在太空遨游18天之后 在四川中部地区降落 由公证员王家当场打开返回舱 我们取出了灵芝军种 我们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培植 发现上国太空的一个灵芝军种 它的一个出包率 以及它的灵芝多糖 灵芝三铁的含量 要比地面上的灵芝要显著提高 所以太空灵芝这一项目 再次奠定了我们在灵芝行业的领军地位 接下来是希望的田野这一板块 首先我们先看到对外 对外是烛光点燃希望 我们在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 援助了一所希望小学 我们从03年一直资助它到现在 由于希望小学的硬件设施不太好 所以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重新迁址到六合区繁吉 更名为六合区繁吉中科希望小学 截至目前中科希望小学 累计颁发了37届奖助学金 29届教学奖 以及九届圆梦行动助学金 累计投入资金500万元 累计投入物资上千万 持续18年的援助呢 使希望小学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并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一件事情 看完希望小学之后 我们再看用心关怀延续希望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三位同事 说他们是不幸运 但是又是非常幸运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先跟我一起看一下杨琪 杨琪是我们上海分公司的同事 但是他是浙江人 他在14岁的时候确诊为红帮狼疮 红帮狼疮是一种多系统损害的免疫系统上的疾病 可以发生于身体任何一个器官 当时他查出患有红帮狼疮之后就辍学了 后来他为了缓解家庭压力 置身一人到了上海 想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胜任一份工作 也是想挑战生命的极限 他到我们上海分公司应聘 我们上海分公司的胡总 在知道杨琪身患疾病的情况下 依旧录用了他 杨琪在我们上海分公司工作了8年 从一开始从未接触过社会的职场小白 到后面发展成为我们上海分公司的销售冠军 这其中的艰辛可能只有杨琪自己能知道 后来在2011年杨琪病情恶化了 选择辞职再加养病 后来我们集团在得知这一情况下呢 也是为杨琪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让他能够不要为了看病而担忧 后来我们也聘请杨琪为我们的一个终身员工 意思是有我们中科的一天 就有杨琪的一天我们会对杨琪负责到底 上周六是杨琪的生日 我们杭州分公司的同事代表集团去看望了杨琪 同时也向我们传来了好消息 说杨琪的状态一直在越来越好 我相信这个坚强乐观的姑娘 可能她的生命长度并没有那么长 但她始终是在努力拖宽自己生命的宽度的 是非常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的 其次是王丹 王丹的话是我们南京分公司的同事 他在2010年被查出患有恶性卵巢癌 努力上进的王丹一直是南京分公司的销售冠军 以及2010年当选了南京市的劳动模范 当时他跟他的男朋友还没有结婚 后来他们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瞒着双方家长结婚 在举行婚礼的时候 王丹由于化疗是戴着假发结婚的 为了王丹在治疗期间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为他支付了医疗费用 并且提供10万元用于生活 同时一直免费提供我们自己的产品 比如包子油艾特番茄红素等 提高免疫力的产品给他日常服用 南京非常有名的是鼓楼医院 而王丹一直是鼓楼医院的奇迹 因为他在患有恶性卵巢癌的前提下 还是成功生育了两个健康可爱的宝宝 玩得在术后恢复得非常好 并且也已经回到我们中科大家庭了 最后是我们车间的一位同事 叫吴兆平 吴兆平的话是在2018年 确诊了恶性脏细胞瘤晚期 当时医生说他只有 三到六个月左右的生命了 对他们家庭来说 家里唯一的顶疗柱倒下了 对全家人无非来说是一场晴天霹雳 我们集团在知道这个情况后呢 也是像对之前的同事一样提供了帮助 并且由于吴兆平病情之严重 没办法正常吞咽胶囊了 董事长还让工厂的同事 特制了刘志的黄金金三角 让吴兆平加量服用 也就是包起由艾特和特泰 我相信奇迹会降临在任何一位 不轻易放弃自己生命的人的身上 吴兆平在术后恢复得非常好 并且在去年的体检中 全部肿瘤指标也已经正常 他也多次向我们董事长表示 说他希望在身体状况再稳定一点之后 也能回到我们中科大家庭 这三位同事每次说到他们的时候 我都会非常感动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一个精神 更是因为中科的大爱与担当 我们中科是我们每一位中科人坚强的后盾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2020我们在战斗这个板块 他主要介绍的是我们去年在疫情期间所做的一些事情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许多人都没有防疫物资也不敢出门 我们全国的中科小伙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挨家挨户的为会员朋友们送口罩 日常用品以及提高免疫力的产品 这是同事们积极响应号召组成 志愿者团队与社区一线工作人员一起 并肩战斗的照片 疫情期间血库紧张 南京市红十四会鼓励企业组织员工界限 没想到通知一发出 共有144名员工报名 共计115名员工成功献血 献血达到29800毫升 缓解了血库压力 优秀的企业能够培养优秀的员工 我们中科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一直是朝之即来 来之即战 战无不胜 我们今天的参观到这边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我们直播间的主持人 我们下次再见